字幕志愿者 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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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冬闻园医生 現在國來義情已經沒那麼緊張了 但是大家不路撐 看到父親 那是有從海外回來 大概就要先通報 日經的民眾 如果有以下進行 就要去帶同一路管 第一,家裡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六歲以下的小孩 或是有半生病還價 第二,自己的房間裡面沒有洗身口金 有這些事情,回國已經要洗頂路館 若是有跟家裡的人住在一起 但是有自己的房間裡面也有洗身口金 入住的時候就要索兵來選擇在家裡 如果沒有照實報,相關的花十八萬塊 若是暫時來台路客 就一定要去住房移路館 請大家配合為好我們的健康 開啟投資新視野 再創破例新高峰 登峰造極 歡迎收看登峰造極 我是黃宇凡 今天是9月23號禮拜三 那麼今天的大盤好不好呢 今天大盤還好吧 我先問大家了 你感覺是我們那一套資金 在這邊移來移去 一下這邊概念 然後一下轉到這邊 然後這邊開始變強了 差不多了 來那邊整理完了 啪又過來了 我常常在講叫做捲土重來 有些股票是這樣子 它題材一直在 但是漲多了難免是要整理 很多類型的概念都是如此 那當然 平蓋股 那當然前一陣子有稍微比較弱 特斯拉就比較強 就特斯拉沒事呢 對這個我也蠻佩服他們的這個總裁 那有時候在那個推特上講了一些什麼樣的話 馬上股價就做反應 但是我認為 每當特斯拉拉回來的時候 最好是大跌這樣特別好 為什麼 後面你再注意看 特斯拉往往大家開始攻說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等一下他就反上來了 很妙的是 剛好蘋果跟特斯拉走不同的方向 它漲它跌 它漲它跌 好來 接著iPhone 大約在10月的中旬 就準備推出了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關心一下 所謂的瓶蓋股 不過因為還沒到嘛 那開始有點蠢蠢欲動了 可是我們要回來想一下 今年很熱鬧 這麼多概念題材 但是有一個題材 叫做綠能 那是政府在推動的政策 我們就過去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那叫風吹日曬系列 風吹 風力發電 日曬 太陽能 對吧 那這兩個 我覺得今年是等 你即便它 這個漲多了以後 它會呈現一個叫做 高姿態的整理 就是高姿態 高姿態就是說 我股價已經漲多了對吧 我就在上面整理 我不是拉回來整理 舉例 迪安風店裡面 先看第一檔 它叫世紀綱 世紀綱 今年算漲很多了對不對 你去看一看世紀綱 為什麼我拿它做範例 因為這檔股票 我們當時在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它在八九十塊 來八九十塊 等一下 八九十塊 我們現在看這邊 來八九十塊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 這是八九十 那麼八九十呢 這邊叫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一 從八九十塊 到了一百四以後 它目前的位階 都在這個地方 請問大家這是高檔還低檔 這當然是高檔啊 那你好 好吧 那你說 一百塊以上 我們都覺得世紀綱都漲了很多了 它跑到一百四 一百四以後拉回來整理 大約一百二三這個位置 一直都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它沒有回到八九十 它沒有回到八九十吧 沒有啊 這叫高姿態的整理 那麼高姿態的整理呢 其實在這一段呢就已經產生過了 我們再把圖形給縮小一點 這邊是六十幾 這邊是一百四 這一段 各位 好我們現在看到了 離岸風電 基礎建設 水下基礎建設 而且訂單已經接到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報告 2023年 那這樣子來看的話 接下來就看營收了 對啊沒有錯啊 在支撐它的是什麼 為什麼它不會回到原來的起障點 不可能呢 你告訴我為什麼它要回到原來的起障點呢 各位 為什麼 訂單已經接到2023 營收獲利良好 它就比它過去來的更好 所以在過程裡面換手換手越墊越高 這屬於風力發電 當然 這不深媒局 我先告訴大家 只要跟風力發電扯上關係的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 都這樣了 那你接著你要去看 為什麼 第一件事 為什麼他們可以如此的強勁 第一 我講了 有政策在後面支持 一直在推動 第二 確實有接到訂單 因為要開始執行 所以這個事情跟概念股就不一樣 來各位大家聽好 概念股不一樣 概念股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講華為概念股 大家 華為 好來有沒有 華為 為什麼 因為華為受到美國制裁的影響 所以怎麼樣 會影響到供應鏈 所以這個消息的衝擊 一定會想 那訂單呢 有沒有 我問大家 風力發電 他們的訂單都已經在手了 對吧 我手上就拿著訂單了 哪來什麼華為事件 什麼事件 什麼事件 沒有影響 除非我們政府宣布 對不起風力發電 我們是開玩笑的 怎麼可能 對吧 不是在開玩笑 所以他很扎實 在扎實的情況下 上去他會開始進行換手 有人覺得我獲利了結了 有人覺得風力發電不錯 各位 就是這樣 資金一波接一波 休息完畢之後再來 對吧 那你想 等一下 你冷靜想一下 請問你現在還會去買世紀鋼 為什麼不會 然後問大家 為什麼你不會 說老師你不要鬧了 你剛才就在講了 我們之前八九十在講的世紀鋼 你看到他漲到了140 假設你都沒有參與在裡面 你會在這個地方去買世紀鋼 你一定會去思考 有沒有像這樣的股票 他從這邊開始再上來 對吧 市場心態就是這樣 我先告訴大家 所以敢在這個位置買的 有很多是走短線 所以他位置一直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區間裡面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你要知道 等筹码穩定的時候 他還有可能再繼續 這是重點 但是為什麼 因為在高檔 他有比較大的風險 所以很多人不願意要這個風險 那是正確的 我先告訴大家 那是正確的 你還有多少 我這樣子講 你前面你都看他長成這個樣子 你在上面你會期待他長到哪裡 所以他的獲利裡面帶著是比較大的風險 不是嗎 對 沒錯 一點都沒錯 那整理完 短線可不可以操作 可以啊 好來跟大家講 短線當然可以操作 為什麼不可以操作 好 接著你看這個 這是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強調 叫做遊戲機概念股 對吧 這裡面有什麼 包括裡面看到的 PS Switch 對吧 我告訴大家 這是第四季的一個 又是一個重頭戲 那叫 聖誕節之前的消費旺季 對不對 那先跳過 蘋果 10月中旬 iPhone 來了 iPhone 這一次帶著什麼 我先問大家 iPhone如果出新機 請問 這一次你會換 請問你會換 5G的手機嗎 如果不會 請問你為什麼 不會啊 我不覺得我現在拿5G手機到處都可以這樣子 訊號到處都是通行無阻 都是5G啊 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還在建設不是嗎 對啊 離岸風店還在建設啊 我們又不是看到所有的離岸風店都建設 他還在慢慢的建設啊 他連水下基礎都還沒有好啊 對啊水下基礎你一定會想知道誰 世紀鋼啊 水下基礎還沒好 因為滿手訂單啊 滿手訂單到最後換成營收啊 我做完以後他的營收啊 可是我現在訂單接到我已經知道我的營收有多少了耶 只是他還沒有實現對吧 好啦那基地台不是一樣情況嗎 我先跟大家講啊 你看今天有一些股票在反攻啊 前面大家在休息 然後開始準備反攻 有沒有跟基地台相關的 有耶 然後我跟大家講啊 慢慢來你就會看著了 你說著說著 不要認為這行情好像被壓縮被壓抑著 然後壓抑著 然後股票不會漲嗎 漲給你看 我告訴大家就是漲給你看 為什麼需要先整理 真的需要整理 整理完成 有些股票 甚至我們看到底部足的非常漂亮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好來 今天禮拜三 風吹日曬有收穫 你看喔 貴不貴 不貴啊 好 這股票我之前就做過嘛 我也跟大家講過 什麼系列 風吹日曬系列 好 剛才你講 一百多塊 啊 鋼鐵股 一百多塊 到了一百四十幾塊的鋼鐵股 啊這樣子感覺是比較不貴啦 吼 對真的比較不貴 你的感覺是比較不貴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太阳能 我每次讲到要扩产 要扩产 总是有一个 为什么要扩产 为什么要扩产 因为我看到后面 有订单 我才要扩产跟扩产 这个道理很简单 其实我这样看 各位你注意看 今天在27.9 27.9 9月9号 24.85 9月10号 再度工掌停板 27.3 今天不过27.9 中间有整理 对 你看 可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 现在重点来了 怎么做 不是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连续掌停以后 基本上都工上去了 短线涨幅很大了 对不对 大家都会讲 我跟你讲 大家都会讲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高姿态整理 工上去以后 拉回 工到高点 就在这个区间 有没有跟世纪钢他们很像 都一样 都叫什么 在高档整理 高档整理 来跟涨停 来 会不会突破 我每次都要问这个问题 大家不会关心说会不会突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关心 因为你觉得他涨多了 对不对 对 他涨多了 所以你要的是 老师你最好是告诉我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这样 我要这一段 谁不要啊 我那边整理到那边 整理好了以后 我开始工了 这一段最过瘾不是吗 对啊 大家都要啊 那麻烦各位 你赶快去找 现在有没有那个 我们现在后面都把它盖起来 刚好整理完毕 有没有 要准备上工的 你慢慢找 我已经找好了 在这边 好来 我跟大家讲 大家都在看那个线 看了一大堆 来 你先看这一档 我就叫他小钢炮 这叫中小型股票 我先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 必须要中小型股票 它才有上涨的动能 未来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来到九月下旬 这些中小型股票 它能够开始往上工 前面要先整理 整理完毕 攻上去轻轻松松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先跟大家说 底部整理完成 准备从底部上工 今年的EPS呢 大概是 应该会超过六块 而且我在节目讲过 你要拆哪一档 不用拆 我告诉大家 这根本不用拆 为什么要拆 你等下打一通电话就好了 小钢炮 送给大家 我跟你讲 它不是高档整理形态 请看我后面的电视 它没有在上面 所以你要的 不是要这样吗 你要的要在这边吗 要发动 要赚这一段吗 它就在这 好来 这样要不要 我先问大家 这样如果要 它是什么股票 小钢炮 不用拆了 我节目其实讲了 很多的股票了 对吧 它在底部 整理完毕 准备上工 先看 第一件事 我们过去就在谈 未来要实现的 叫做获利 对吧 现在看到叫营收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这样子看 在今年的EPS 它挑战六块 我认为它挑战的过去 可以过得去 为什么 它的产品结构 它的供应链 有一家公司 是它独家的 它独家的供应链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过 我认为的六块会过 那这样 来 它在底部 你觉得可不可以买 我就这样问大家就好了 你觉得它可以买吗 等一下 进广告 拨电话就好了 送给大家 小钢炮 明天出发 这样OK OK吧 现在要进广告了 好 准备进广告了 你准备打电话 把你的小钢炮拿回家 明天我们要放小钢炮 预备 进广告 打电话 待会儿 台北普市自立救济方案 8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8512 10207 8512 入住 从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尽在亞太國際投顧 0285125858 漲停 漲停 又漲停 你抓住了嗎 亞太國際精英團隊 眼光犀利 驚艷老道 專業領航 強勢獲利 亞太國際投顧 陪您擁抱財富 0285125858 台北股市自利救濟方案 888 買一送一再加一 讓您獲得最大的資源 成就最大的獲利 支付專線 0285125 好 開啟投資新企業 再創獲利新高峰 登峰造極 好啦 回到現場來 我們在過去常常在講 在某一個產業裡面 今年表現不錯的一些股票 前面都大漲了 大漲以後 因為華為事件的影響 會造成股價的修正 修正完畢之後 未來要去看 它在這個產業裡面 是不是能夠發光發熱 這個我們過去都跟大家談過了 我舉個例子 5G的Wi-Fi 6的技術標準 是我們過去講過的 這裡面請你看兩檔股票 一個叫聯發科 一個叫利基 來 聯發科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你所看到的聯發科 它受影響的層面 有多大 這是目前的聯發科 今天的收盤是617 對吧 617 你看 最低來到550左右 大家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修正的蠻厲害的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有很多的法人都說 他能夠再到哪裡 再進階到哪裡 就是他越高 法人越看好 結果當消息面衝擊來了之後 往下打的時候 有人說 有一位蠻知名的分析師說 他可能會到哪裡 結果法人又跳出來去護航說 不可能 未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很簡單 這邊落底以後 他墊高的一直都在這裡整理 你今天感覺他不錯對不對 好像不錯 浮起來了 我先告訴大家 當利空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就會變什麼 對利空鈍化 鈍化完叫做利空出鏡 好 我先跟大家說 為什麼 因為股價已經掀起 反應整理完畢 為什麼 他會墊在這個平台 而不是還在下面 跳到二樓來 從地下室到一樓好了 這樣子來形容好了 他現在從地下室爬上來 他還沒有坐電梯準備上來 沒有嗎 他用走的 走到這個平台來 來看一下 大家對我還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意見 接下來我要走自己的路 好 我先跟大家講 這連發哥 為什麼他很重要 在IC設計裡面 他是龍頭 再過來你去看 他叫利基 有沒有像 落底 上來 在這 在地下室 來一樓 到那個大廳 lobby這邊 來一樓 未來會怎樣 我先跟大家說 我簡單的來跟大家講 在我們的所有的概念裡面 我們去看 就說很簡單 請問5G Wi-Fi 6 它的後面 有什麼好期待 剛才前面問大家 如果蘋果 iPhone 出了5G的手機 你會在今年去換 還是要等明年 今年現在已經9月了 iPhone上市的話 大概是10月以後的事情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會在今年換還是明年 如果你今年換了5G手機 你現在 有的人是現在已經有5G手機 如果你在大都會區 那些所謂熱點區域的話 你會認為說 這5G手機還不錯 只要你一離開 你就會說 我買5G手機要幹嘛 大概是 現在目前大家的心聲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 在發展的情況之下 Wi-Fi 6 是要去補5G 它訊號不足的地方 它能夠顯著提高 整體平譜的使用效率 而且適合高密度的用網環境 這個就是未來 你要去接觸到的Wi-Fi 6 而在Wi-Fi 6裡面 所謂的射頻前端 那就是利基 這個就是產業 那我們在看產業都很簡單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產業未來會發展 現在還沒有全部都成形 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全面普及化的情況之下 它就是會發展 那如果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股價前面大漲以後 經過修正以後 那麼接著就看它營收跟獲利 每次每個月我們在公告營收 我們就去看 有沒有符合我們的預期 就像我們大家就像Nike 它公告這個所謂的財報的時候 你也想說 因為疫情來的關係 所以Nike 它可能獲利不會很好 營收不會很好 因為有些實體店面就根本不行 我先告訴你 即便是能開 它會有進場的管控 裡面只能有多少人 要怎麼樣怎麼樣 但沒關係 別忘了 除了實體店面之外 這麼大的品牌 它們都走電商模式 也就是走網路購物形態 不是嗎 結果一公告 哇 哇 那個獲利還超超乎預期 營收獲利超乎預期 所以Nike相關的一些概念 你今天看它又浮起來了 更不要講 我們過去跟大家談 我想自行車的概念 那麼國外流行的是e-bike 由於疫情來的關係 e-bike大流行 電動自行車大流行 造成 缺貨缺貨缺貨 你即便要跟我訂貨 我都做不出來給你啊 巨大美麗達 沒有 做不出來 缺料 好吧 下訂 缺料 你覺得後面它們還會不會漲 我告訴大家 你後面你慢慢看 為什麼 營收獲利會告訴你一切 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當我們今天我們去談 最好那個大盤再拉回 最好股價再整理 不然怎麼樣逮得到機會 什麼叫逮到機會 我們要找底部上工的股票 有多難你知道嗎 真的難啊 我現在跟大家形容一下吧 如果沒有華為事件 請問這一些股票會來到這個位置嗎 不會 怎麼會 沒有華為事件 連發官會跑來這裡嗎 不會 那好 那是因為華為事件喔 那怎麼辦 那這些公司他決定就說那我自暴自棄好了 那算了 人生沒有太大意義 放棄我自棄 會嗎 不可能吧 那公司總要想說 那我該怎麼樣去突破這個困境 一定會 其實我蠻相信我們台灣的企業 他們會走出他們自己一條路 那如果這樣看那不就好機會 對啊就是很好的機會啊 為什麼 股價有修正 對吧 那你今天說 我再重新回來 我來告訴你 如果說 我們那天回到我在講世紀綱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都長這麼高了 因為還沒有長到這嘛 所以大家都會說 都長這麼高了 在這個位置說長這麼高了 你等一下回來看 你就說 奇怪為什麼你會說長這麼高 因為那個事情還沒有發生啊 我們在講的時候位置在這啊 那你為什麼說 都長這麼高了 再重來一次 因為呢 來注意看 因為 你看到是前面 所以 後面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我們把前面講給大家聽的時候 你會在那邊搖頭說 喔 鋼鐵股 你也好啊 鋼鐵股你這麼 漲到八九十塊了 你再講鋼鐵股 結果八九十塊獎得來到140 所以八九十塊那叫短線底部嗎 那我先跟大家講 沒有關係 即便 你不願意相信說 哇 那個還可以這樣漲 那好 那我先告訴你 前面有拉回來整理的股票 在底部 就是它 各位 我先講 你先打電話你拿到小鋼炮 這是第一件事 你去看看我講的對不對啊 自己去看線型啊 它是不是在底部整理完成啊 然後你覺得它有沒有需求 因為這股票我講過 我在電視上跟大家報告過 它的所有的基本面 產業面 它的客戶 所以當你說 喔 原來是它 原來就是它 你就靠它賺錢就好了 今天很簡單 我先告訴大家 節目裡面我大概說明了一下 很多股票它會捲土重來 很多類型是這樣的 轉來轉去 對吧 會換到誰 明天重點就是它 它叫小鋼炮 等一下記得 節目結束請你播一通電話 看到股票名稱自然會響起來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講它產業 講它工藝鏈 講它客戶 記得喔 等一下節目結束要播電話 拿你的小鋼炮 感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選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